焦点转到香港 2017年的普选特首政改方案 昨天是 今天是提交香港立法会来审议表决 香港警方昨天晚上封闭了附近道路 进入立法院来背擒 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 在候选人产生办法 选举方式等议题上争议不断 道路人大常委会做出了框架性的决定 触发了占领中环抗议行动 后来因为警察驱赶不当 成为全球关注的雨伞运动 香港政改方案 不论立法会最后是否投票通过 预期将会再触动民众大规模的示威